第434集 罪有应得 我到的时候整个城中村已经被拉起了警戒线 我好奇地走过去 这一看你差点把今天吃的肯德鸡全都吐出来 只见几个男人躺在路边面目全非 尤其是某些特定的地方已经变成了像肉泥一样的东西 活该 早孽 本定是上天来惩罚这几个人了 死得好 死得妙 死得呱呱叫 说完女人发出了嚣张的笑声 周围的人全都向后退去 看着这个像疯婆子一样的女人 我微微皱眉走上前 这位女士 你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还请你如实相告 女人冷哼了一声 死去的这些人都是人渣 旁边一个大妈好心提醒 她女儿啊 就是因为被这几个人渣猥亵 后来自杀了 原来还有这一层原因在 本着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的原则 我先后和老太太以及这名中年妇女 分别谈了谈 其中按照老太太的说法 这些死去的人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地痞流氓 每天不务正业 他们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在这城中村里面偷鸡摸购 谁买的东西放在外面桌上 不过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谁都知道是他们偷的 可是又有几个人有胆子去找麻烦 因为这些人还未成年 就算是打了人杀了人 也只是进去教育一番就放出来了 而更多的成年人 他们为了生活已经很苦了 不想再给自己招惹更多的麻烦 而按照中年妇女的说法来看 这几个人已经不能称之为人渣 而是畜生 但是对于自己女儿的事情 妇女却是说什么也不想听 我能够理解一个母亲 不想重拾回忆的痛苦 于是便通过其他人旁敲侧击地打听 慢慢地拼凑出来一个事实真相 这个妇女有一个孩子 今年才13岁 正在读初中 虽说长得一般 但是小孩发育比较早 身材已经有些大人模样 那天女孩放学晚了一些 就在城中村附近的一个小广场 撞见了那几个人渣 谁也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那女孩回到家里的时候 棚头垢面不休蝙蝠 很多人都看到了 她身上衣服被撕扯得乱七八糟 好心人上前询问 却都没有得到回应 再之后 过了差不多三天的时间 那个女孩就自杀了 跳楼而死 为了不刺激孩子的母亲 他们平日里根本不提这件事情 别看这里都是一些打工人 可是相处的时间久了 又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感情呢 就目前所调查的信息来看 这个中年妇女是最有可能犯案的 因为她的女儿有可能是死在这几个小混混手上 再看这几个小混混的死状 绝对是仇杀 做完现场工作之后 我们便将妇女一起带了进去 单独询问 面对警察 她的情绪很是低处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滚开 我现在要回家 江烈被弄得没了耐心 大手重重一拍桌子 你必须要配合我们警方的工作 我凭什么要配合你们 快点放我离开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警察就是废物 其他小警员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喂 你说什么呢 妇女立刻趁着脑袋 我说你们是废物 废物 中年妇女激动地站起身来 你们要不是废物 怎么可能让有那几个强暴我女儿的家伙逍遥法外 怒气已经让妇女丧失理智 她一巴掌直接扇在了刚才说话的小警员脸上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废物警察不作为 才会让那些罪犯逍遥法外 未成年又能怎么样 难道未成年就可以随便杀人烽火强奸 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吗 我站在旁边沉默不语 说实话 国家的法律存在自然有合理的地方 可是顾及规则必然会在人情上面差一些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而顾及人情又会破坏规则 在没有找到二者能够兼得的方法之前 就连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不过由于父女动手在先 其他人还是立刻将她按在桌上 你还敢动手 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太用力 大姐 你也不用对我们有如此的敌意 这只是法律规定 而我们也只是在按照法律办事 父女突然咧嘴 嘻嘻嘻地笑 笑容非常的阴暗 他们死了 这是老天爷来惩罚他们了 一定是我日日祈求得到了回报 她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是老天爷开眼 感谢老天爷开眼 我和江烈对视一眼 知道从这个女人口里 恐怕问不出再多有用的东西 不过看她这样子会是凶手吗 我更倾向于她是清白的 如果她是凶手的话 还用得着这样演戏吗 不过不能以偏盖全 还需要再看看 妇女被我们放了回去 她袭警的事情也暂时作罢 之后我们开始走访调查 然后才发现这几个人的确该死 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小混混 在自己父母的眼中他们是恶魔 是上天派来惩罚他们的 出为父母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 可以变得美丽又漂亮 听话又懂事 可实际上呢 根本不是这样 这些孩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喜欢顶撞家长 喜欢逃课 喜欢去拽女孩子的辫子 到了后来 他们说什么也不读书 在家里还差点对亲生父母动手 等到父母放弃了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在外面 游手好闲偷东西 甚至还去打劫年龄更小的孩子 之后他们变本加厉 强奸了那个女学生 就算证据充足 因为他们尚未成年 居然只是被送到少管所 待个一两年就能出来 而现在距离他们被送进少管所 还有一周的时间 谁也没想到 就在这短短一周之内 他们便送了性命 可是除了这些孩子的父母之外 其他的人 都是一副大快人心的模样 我看看江烈 江队长 你觉得 会是所谓的正义人士干的吗 比如说 看不惯他 如果不是那个被强奸的女学生 也不是正义人士的话 那就说明死者 还得罪了什么人 第四百三十五集 编尸 经过一番走访调查之后 案件瞬间陷入僵局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看似年轻的小混混 实际上却是人见人厌 整个城中村 没有一个人是和他们没仇的 如果仅仅只是有仇也就算了 还有一些人 说是身仇大恨也不为过 除了那个被强奸猥亵的小女孩之外 城中村里还有一个孩子 今年只有五六岁 没想到居然被那几个混混 打成了残疾 平时她是跟奶奶 在城中村生活 奶奶想去讨个公道 又被那几个小混混给打了 没过多久就被气得中了风 临死之前躺在床上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 她那五岁的小孙子 顶到这里 我的怒火彻底被击起 这些人渣 死不足惜 江烈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话是这样说 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到凶手才行 不管这些人做得有多过分 只有法律才是解决他们的唯一途径 而不该杀人 我没有说话 不知道为什么 心口的怒气却是怎么也消不去 接下来我们又对小区里的所有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 他们就死在城中村之中 而且死状如此凄惨 死前还有挣扎的痕迹 按道理来说应该会有人听到声音才是 可奇怪的是小区里的人都摇头 不知道 你们也知道啊 城中村里本来就比较吵闹 大半夜回来的人多得是 还有车子啊三轮车 这些声音都很大 所以我们真的没听到什么 接下来我们又询问其他人 大多数都是一样的回答 第二天事件报告出来了 红姐拿着报告来到办公室 所有的小组成员都在这 负责调查此次案件 红姐拿着报告 一板一眼地说道 经过事件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 三名死者的那里 是在活着的时候所造成的 在被摧毁之后 他们还活着 挣扎了一段时间 挣扎 听到这个词 我微微皱眉 在现场虽然也有挣扎痕迹 可是并不算多 如果真的是活着的时候下的手 这些人应该会向外爬出一段距离 或者因为疼痛 蜷缩起来 泥地上必然会留下更多的痕迹 也就是说 当时的地方 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红姐继续说道 三人的死亡原因 都是因为失血过多 对了 我们还在几名死者的身上 发现了很多的伤痕 这些伤痕 都是在死亡前后形成的 江烈身手 敲了敲桌子 死亡前后 如果说是死亡前形成伤痕 还可以用常理推断 可死亡之后 我淡淡说道 鞭尸 司径也看了过来 我继续说道 看来凶手和死者之间 绝对是有深仇大恨 是恨不得他们早点下地狱那种 鞭尸是一种 有极大怨恨情况下 才会实施的行为 大多数情况 凶手都不会选择鞭尸 尤其是在冲动伤人的情况下 更多的鞭尸则是有预谋的 也就是说 凶手早就已经想杀掉这几个人了 红姐拿出几张照片 我一看顿时一愣 这几个混混的下体 已经被完全捣碎 红姐说道 凶器是类似于铁棍一样的东西 硬生生打碎的 另外 我发现其中一人的腿骨折了 这个人胳膊骨折了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伤痕都不一样 我突然反应过来 等等 那个小女孩 啊 跳楼自杀的小女孩 还有 那个被打断腿的小男孩 那个中风的老太太 我记得那个老太太就是胳膊受伤了 江烈点头 没错 按照他们给出的线索来看 的确是这样 也就是说 凶手替他们三个人都报了仇 我继续说道 那说明凶手对于整个城中村非常的了解 他知道城中村发生的事情 那么 他极有可能就是那里的人 只是整个城中村错综复杂 里面的流动人口实在太多 想要从中调取 有可能是凶手的人 实在是有些难 不过我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试检报告已出来 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寻找第一凶杀现场 城中村的范围大概有几十公里 整体呈现一个正方性 想要找到第一案发现场 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 进行地毯式搜索 而在这其中 最有可能成为案发现场的地方 是位于城中村东南方向 那里有一片比较老旧的房子 平日里来的人比较少 听说是因为房子中死了人 成了凶宅 就算是在这拥挤的地方 也仍旧没有人居住 不过等我们到的时候才发现 这里还有一个老太太 她身体余缕 满脸沟壑丛生 苍白的头发带着微微卷 发量却不多 我们到的时候 她拄着一根拐杖 正在巡视小片土地 那里种了一些香葱 只是尾部已经稍稍有些蔫了 最近一段时间家事没有下雨 天气燥热得很 我走到老太太的面前 轻声问道 老奶奶 请问你是住在这里的人吗 啊 你说什么 她偏头看我 满脸疑惑之色 显然并没有听清 我只得重复一遍 她这才点头 是啊 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 你们几个小娃子 看着面生得很啊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这片地方 这片地方就连城中村的人都很少过来 我拿出几张照片 老奶奶 你认识这几个人吗 她的脸上流露出厌恶之色 认识 怎么能不认识呢 这几个小伙子 猫眼勾气的 那整个城中村 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们 你们可要离这几个小伙子远点啊 要不然 那天被他们给坑了 你都不知道 我继续问道 老奶奶 昨天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呢 就算她耳朵背 可是这几个死者的嘴并没有被堵起来 如果案发现场真的是在这附近的话 她一定能够听到 老太太摇了摇头 我每天很早就睡了 我耳朵背 什么也听不见啊 今天睡到太阳 都晒气过了才起来了 说完 她又开始低头摆弄地上的小葱 拔了几根之后 鱼捋着腰颤尘微微地朝门口走去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调查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让我们不由得有些气馁 而案件也就此陷入僵局 甚至我们连第一案发现场都没有找到 第436集 相同之处 耽误的时间越长 第一案发现场就越加难以找到 而且干燥了许久的架势 竟然久违地来了一场大雨 看到外面垂下的雨幕 我们所有人的脸色都极为难看 因为这意味着 也许第一案发现场会在这场大雨中彻底消失不见 就算我们再去找 也不可能有发现 老天爷似乎都在和我们作对 雨越下越大 瓢泼的大雨打在窗户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江烈叹息一声 这么大的雨 不管是血迹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早就已经被冲得一干二净了 大家不用再去找案发现场了 我们先从这几个死者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 死者一共有三人 年纪都在17岁左右 犯案的时候则是在14岁上下 当时未成年法案还没有修正齐全 所以才让他们钻了空子 如果换到今年 绝对让他们这辈子都出不来 有的时候少年犯罪可比其他的刑罚要重得多 从表面上看 成人犯罪需要做很多年的监狱 可对于少年来说 一旦他们有了犯罪记录 未来的人生同样是灰暗的 这样的惩罚并不比坐牢来得少 我再次开车和思静一同来到了夜晚时的城中村 其实这里并不像我以为的那么热闹 因为大多数人忙了一天都已经很累了 早早地回家休息 并没有太多的人留在外面 还不等下车 我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情 在不远处许多人聚集在一起 似乎在说什么呢 我有些好奇 却并没有立刻下车 而是远远地看着 这些好像都是我们警方传唤过的人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思静突然嘘了一声 行 我怎么好像听到他们在说前两天的案子呢 我的耳力不如思静 倒是没有太听清楚 不过隐约的确说到了有关案子方面的事情 我还没准备下车 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我们的车 他指着这边说了什么 随即人群就散开了 我看到受害者的父母也在那边 急忙喊住 李女士 妇女这才停下脚步 死者一共有三人 其中一人名叫李光明 是一个继承了无数希望的名字 她的母亲是一个独居女人 夫妻二人早已经离婚 也正是因为家里没有男人 才让李光明如此嚣张 动不动就对她的母亲进行打骂 最严重的一次 听说把女人打成了骨折 这哪里是亲生母子 这分明是现实仇人 女人看到我眉头微皱 对于我们的到来 显然并不欢迎 不过 她也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抵触 声音有些柔柔弱弱 警察同志 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吗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如果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的东西 恐怕我帮不了 我看着她憔悴的模样 心中暗道 就算是再不好的儿子 那也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恐怕她现在正在悲伤和难过 不好意思啊女士 我们也不想提起你的伤心事 不过案子现在并没有什么进展 所以我们可能还想要询问一下当事案发的情况 女人重复着和之前差不多的话 我平时啊 根本就不知道她会去哪里 她也不会告诉我 平时 她总是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经常不回家 出事那天 她都去了哪里啊 不知道啊 不过 在晚上的时候 她倒是回来了一趟 只可惜 是来跟我要钱的 我担心她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就没有给 结果 她又把我给打了一顿 说完 她转过身 我已经不想再回忆那些痛苦的事情了 找不到凶手 就算了吧 我一愣 你儿子死得那么惨 难道你不想找到凶手吗 女人突然激动起来 她转过头 眼里满是泪水 就算她今天没死 有一天 我也一定会亲自杀了她 这种人继续活下去 会做更多的错事 我做过最错的事情 就是把她生下来 我不能一错再错下去 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你再调查下去 就算是知道凶手又能如何 万一她是个好人呢 我叹息一声 打断她的话 不管是不是好人都不能杀人 这三个少年本该有法律来制裁 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已经有人死了 你没看到那个女孩都跳楼了吗 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愧疚吗 我每天都辗转不安 彻夜难眠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是那个小女孩 喊我张阿姨的模样 你们只知道讲法律 你们根本就不懂人侵蚀过 说完的转身就走 身体微微颤抖 让人看着不由的感觉有些心酸 到底该有多失望 才会说出想要亲手杀了自己儿子的话 一时之间我和思静都沉默起来 彼此相顾无言 刚才女人的话 对我们造成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发言过来 我们再去问问其他人吧 之后我们来到第二个死者的家里 死者名叫张硕 他家中父母俱全 也是一对看起来老实霸娇的人 不知道怎么会把孩子养成那个样子 看到我们到来 夫妻二人放下筷子 两位警官还有事吗 我们想要再询问一下 当初张硕死亡之前的情况 男主人转过头 不看我们 眼神冰冷 不知道 我都已经说过了 他三天没有回家 我连他在哪都不知道 可是我们之前调查过 救灾的死亡的前两天 他还曾经回到过这里来 男人表情有些不自然 最后还是那妇女哭着说道 是 他是曾经回来过一趟 不过没有找孩子的爸 直接找到我 想让我给他一点钱 我给了他一点钱 之后他就走了 之后我们又去了第三个死者的家里 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这三个人都有共同特点 那就是不爱回家 而且在死前都没有回过家 这样的话 大大加大了我们办案的难度 第四百三十七集 地下赌场 我和司靖一边走在城中村的路上 一边讨论着与案子有关的事情 司靖压低声音 有没有感觉 他们看我们的眼神都有点奇怪 就算他们不希望我们过来调查案子 又为什么如此排斥我们呢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人好像一直在盯着我们 司靖这么一说 我才注意到 城中村里的居民 看我们的眼神都很奇怪 要说厌恶也有 要说警惕也有 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不想再提起这件事情了吧 我贴近司靖的耳边 一会儿我们假装离开 看看这些人是什么反应 司靖点头 我们两个一边往外走 一边注意看他们的眼神和表情 这些人一直在盯着我们 看到我们出去 似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的表现实在是有点奇怪 为什么不希望我们查下去呢 我们带着满腹疑惑回到了刑警队 验尸报告上 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晚上的11点半到11点50之间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他们是回到城中村的 如果向外扩展调查的话 或许会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回来的 这一查不得了 他们三个都是从一处地下赌场回来的 小小年纪五毒俱全 我没想到调查杀人案还能查出一个赌场来 也算是运气湿然 不过在端了赌场之前 我们必须先查到足够多的线索 在和江烈商量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终于决定主动出击前往地下赌场 这一家赌场修建得十分隐蔽 而且不是熟人推荐根本就进不去 每一次进去之前还会被搜身 所有的通讯设备全部上交 一旦有人通风报信 最后结果可想而知 我和思静假装是一对喜欢赌博的情侣 为了符合人设 我还特意穿上了点儿郎当的衣服 而思静也极其大胆 里面只穿了一个小吊袋 下面是破洞牛仔裤 别说还真有不良少女的那个味道了 思静看我一直盯着她 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你老是盯着我看什么 又不是没见过 我伸手挠了挠头 你穿成这个样子 我穿成这个样子怎么了 难道不好看吗 好看 你穿什么样都好看 思静听到我的话 伸手打了我一下 有嘴滑舌 还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走 我们两个一起朝着胡同里走了过去 到了一个院子面前 几个凶神恶煞的人立刻叮嘱了我们 我立刻装出一副小混混的模样 上前递上自己的名片 两位大哥 我是李哥介绍来的 这是我女朋友 男人看了一眼名片 上面写的是某安保公司的工作人员 所谓的安保公司 说白了就是地皮组建而成的公司 催债强拆就没有干不了的事 男人扔掉名片 把你的手机交出来 还有 找出李哥的电话号码 我立刻乖乖地拿出手机 那个李哥是我们之前抓的一个赌徒 刚好他就在这家地下赌场赌博过 电话接通 李哥表明了身份 男人这才点点头 放我们进去 接下来还面临着第二道坎 那就是搜身 早在来之前 我和思静就已经将身上没用的东西 全部拿了出去 不过 为了能够将人设做得更加逼真 我们身上还放了一点 不该出现的东西 看到那一包白色小粉末 男人一撇嘴 将其一起收到柜子里 最后将钥匙递给我 如此一来 我们总算是顺利地进入到了赌场之中 刚一进去 一股杂乱的气味扑鼻而来 烟味 香水味 还有人说话的口水混合在一起 慈禁下意识要掩住口鼻去被我拉住 我们两个现在可是小混混和不乖女 如果连这种场合都没有办法适应 那岂不是一下子就漏馅了 慈禁这才反应过来 洋装无事 挽着我的胳膊扭着腰 一步步地走进了最里面 这间地下赌场 装修设施简陋 到处都是土坯枪 只是简单地摆了几个桌子 就当作是用来赌博的地方 这里主要玩的是扑克牌 这样的话 就算警察突然来袭 逃跑也更快 而且我发现就这一个小小的院子之中 出口四通八大 可谓是将狡兔三窟这个词用到了极致 我已经开始有些手痒了 喊不得立刻将这个堵窝捣毁 但是碍于要继续调查 我们只能强压下来 开始在里面玩起牌来 在来之前 江烈特意对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强化训练 让我们了解家事这边赌博的玩法 同样也是二十一点 和国际上差别并不大 我搂着丝镜坐在位子上 没过多久 合观发牌 坐在我对面的另外三家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看到我年轻的脸 对面那几个人发出嘲讽的笑声 现在多大点小娃子 都敢来玩牌了 一会儿输了 可别哭点喊娘 周围的几个马仔轰然大笑 我自然不甘示弱 老同学 赌场上面可不按年纪排号 你最好看好自己的钱 到时候别输的裤衩子都没了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说话 不由得还真感觉有点爽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说脏话 做一些叛逆的事情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 它的确能够让人更加的舒服 我的话显然激怒了男人 他冲我醉了一口 叼起一根烟狠狠吸进去 烟气出去直奔思静的脸 我立刻按住他的手 一巴掌拍掉男人手里的烟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我的马子你也敢碰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干什么呢 吵吵闹闹的 想什么话 赌场里的管事大跨步走了过来 瞧见我和思静倒是没说什么 反而对着那老油条沉声说道 老老实实的 有点稚气 别一双眼睛掉在女人身上 就下不来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 男人这才收敛了一些 不过看向我的眼神 却带着十分的怨恨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 我也同样不甘失落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如何让我出不了这个门 啪的一声 我拿出两叠钞票 嚣张一笑 既然要赌 就来把大的 旁边的丝镜 一直给我试颜色 我们原本的计划 是用这些钱慢慢地赌 但是我此时此刻 绝对不是被别人激怒了 而是我要趁机行事 想要尽快从赌场里打探到消息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这个赌场 接纳自己 如果只是一点点向外拿钱 那估计还有很多天 才有可能得到消息 为了缩短时间 也为了缩短这个进程 我决定赌一把 两打钞票一拍出来 果然别人看过来的眼神 就不一样了 我翘着一条二郎腿 身上穿着的衣服 也露出半个胸膛 故意点浪荡的模样 都瞅着我干什么呢 赶紧开始啊 我这可都有点等不及了 小爷我现在手痒痒得很 听到我的话 旁边的何官淡淡一笑 发牌了 赌场有个规矩 那就是新来的人 一般都会让他们先赢上几把 这样的话 就会勾起人的贪欲 想要赢的更多 然后赌场动手脚 直接来一笔大的 一下子之前赢的所有钱 都会重新回到赌场的口袋里 已经赢红了眼的赌徒 只想把输的钱再赢回 这个时候 就会在赌场的诱惑之下 选择借钱 殊不知这一戒 就是地狱 和我预料的一样 第一把 我的牌并不好 而且我打得稀巴烂 可是没想到 最后居然还是我赢了 何官发的最后一张牌 直接决定了胜负 我假装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 大笑地拍桌了 钱赶紧地把钱拿来 接下来是第二句 旁边的辞敬 十分有眼力地替我揉捏肩膀 第二把又是我赢了 我把所有的钱都漏到自己的面前 把其他人羡慕得够呛 哎兄弟 你的运气这么不错啊 刚来这么一会儿 可就赢了小十万了 我点燃一根烟 深深吸了一口 虽然我不抽烟 但是不代表我不会 最起码 不会在这样的场合里掉了链子 我吐出烟雾笑着点头 是啊 玩赌博不就是玩这个吗 哎对了 我有个小侄子之前 好像来过这儿 你们见过他吗 小侄子 谁啊 我给他们形容了一下 其中一名死者的长相 几人摇了摇头 反倒是旁边的何官说道 这小子我见过 我并没有立刻着急地打听 以免被人发现马脚 还是冷笑一声 我就知道 这小子不好好学习 居然还敢跑赌场呢 一会儿 要是再让我碰见他 我非揪回家狠狠地揍他一顿 何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才说道 这小子也好几天没来了 他们可还欠赌场一笔钱呢 我假装没听见 干咳一声 快快快 赶紧开始 何官眼神鄙夷 仿佛已经知道我在想什么 他把我当小丑 我又何尝不是把他当猴子 在接连赢了四局之后 我的运气仿佛消失了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我故意将所有的钱 全部推到了桌上 说什么也要来一把大的 思静想要阻拦 被我推开 他洋装一副生气的模样 你都答应给人家买一个包了 万一这钱又是都输了 我催了一口 呸 乌鸦嘴说什么呢 我必须赢 呵斥完我搓了搓手 我今天手气这么好 不赢点大的那就对不起老天爷给我送钱 何官和桌上的另外一名赌徒对视一眼 随后正式开始 这一把和我预料中的一样 我输了个底朝天 所有的钱全部输光了 我面色铁青 而思静更是不停地用胳膊垂打我 你看你啊 我就说不要赌这么多了吧 我沉默不语 旁边的何官诱惑说道 其实我们这里可以暂时提供借款服务 之后等你赢了再还给我们 就是 你今天运气这么好 再赢个百八十万不成问题 我们也不多借 就借你二十万 二十万听起来不多 可是真让一个没有工作的小混混去还 他拿什么还呢 不过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行那就再拿二十万 很快有人将钱送来 同时还有一张签条 我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假名字 旁边的赌场负责人倾笑一声 还有手印 这种高利贷性质 又是赌场里的签条 根本做不了数 我毫不犹豫地按下自己的手印 少废话赶紧开始吧 这一次我又输了 欠下了二十万 我也不打算继续赌下去了 妈的 真是晦气 我扔下手里的烟 突然想到了什么事 对旁边的何官问道 对了 我那小侄子 在这赌场里赢不赢点钱啊 何官好笑地看着我 我估计他以为 我连小侄子的钱都盯上了 你小侄子没在这里赢钱 他玩的不是这个 那他玩的是什么呀 我看这里边不就只有纸牌吗 他玩的那种 是专门给小孩子玩的 何官不想多说 我却表现得好奇心满满 专给小孩子玩的 那是什么 带我去瞧瞧呗 在我的死缠烂打之下 他终于答应带我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跟着来到了隔壁的房间 就发现了一台台 向游戏厅里摆放的装置 原来是游戏机呀 这可不是一般的游戏机 何官打开其中一台 每一次打开之前 都要向里面投一张币 一个币就是一百元 你会和你旁边的人一起联机 谁先杀了对方 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钱 我特意让丝镜陪我一起 虽然机器很老旧 但是里面的画面 却让人感觉十分不适 尤其是打斗过程中的 那种血腥场面 鲜血上面布满像素块 可是仍旧让人感觉到 胆战心境 我一拳打碎 丝镜人物的脑袋 没想到他的头 居然真的炸开了 就连脑僵子和血 都崩到了屏幕上 何官笑着说 我给你们开的是 最低档的画质 平时那几个小伙子过来 开的都是最高档的 怎么样 要不要试试 不过一次 可就要两百块了 我同意了 但很快我就后悔了 因为最高的画质 看起来就和网吧 玩网络游戏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这种画面实在是太血腥 我转过头看着荷官 玩这小破东西 几分钟就结束了 居然要两百块钱 他们怎么能玩得起啊 我那小侄子家里边 可没什么钱呢 第四百三十九集 腐烂尸体 何官微微一笑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们赌场有钱 而且这个游戏回报率很高 只要你能够打倒 和你联机的对手 随着你打倒的对手 越来越强 得到的奖金 也是翻倍 嗯 就像刚才 你不仅赢走了他两百元 不是还赢走了 我们的五百元奖金吗 对于像那些大赌徒来说 七百块钱 不够玩一局 可是对于这些 还未成年的孩子来讲 这确实一笔巨垮了 我和思静从赌场里出去之后 面色同样严肃 因为这家赌场 不仅仅赌钱那么简单 刚才游戏画面如此血腥 会让本来就心智不成熟 而且比较叛逆的孩子 生出嗜血的心理 一旦他们对这种事情有了渴望 那么接下来 他们就会实施 许多少年犯罪 要不是受到了教唆 要不然 就是受到了一些不好的文化影响 思静咬牙切齿 我真是恨不得 立刻就把这个老窝给断了 这帮人自己没有孩子的吗 怎么能忍心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眼睁睁地看着那些 祖国的花朵变坏 我看他们都不觉得愧疚 我拍了拍思静的肩膀宽慰道 行了别生气了 他们已经不能称之为人 只能称之为畜生 你放心 等我们调查出来 想要的结果之后 到时候一定会把这些人 全部抓起来 还给家事一个朗朗乾坤 我们又花费了两天的时间 在赌场里进进出出 来回已经欠下了 六十万元的高额巨款 这才打听出来一些消息 这三个小家伙 是被一个姓刘的人 带进赌场的 而且这个叫做刘哥的家伙 对这三个小东西 好像还很好 之前不管去哪都带着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倒是没有出现 三个少年人都死了 还怎么出现呢 我们立刻赶往到 那个叫做刘哥的住处 他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楼 楼梯间中堆满杂物 好不容易来到三楼 就闻到一股腥臭味 我面色微变 不对 这是湿臭味 死人了 赶紧敲门 几名警员立刻上前 将中间内户的门打开 门刚打开 我们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一个警员当即没有忍住 直接吐了 此时正是家事比较炎热的时候 整个房间里 有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爬在门口的位置 他的身上布满蛆虫 苍蝇飞得满天都是 这个人至少已经死了有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又看了一眼红姐 她这一次多戴了两个口罩 这才面无表情地走向了尸体 翻动之间 几只驱虫爬了出来 私径转过头去 我也有些受不了了 走到走廊通风的地方 可是鼻尖 仍然有那股令人恶心的气息在盘旋 香味转瞬即逝 而臭味则更容易附着在鼻腔的黏膜当中 从而导致味道越来越久 好像一直驱散不走一样的 过了不知道多久 我和司径重新回到案发现场 红姐也已经查看了尸体的情况 致命伤是在腹部 一共捅了十五刀 不过道道的不致命 最后是失血过多而死的 另外在死者的身上 我们发现了一横字 字 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我们立刻过去看看 就发现在尸体的胳膊上 刻了四个小字 死有余孤 是用刀刻上去的 应该是在人死之后 因为并没有太多的血液流出来 反而能够看到里面的肉 此时这几个字 已经腐烂得几乎快要看不出来了 我强忍着恶心拍了一张照片 这才退了出去 整个房间拉上了警戒线 周围的邻居也闻到了这股冲天的刺鼻气味 我正好顺势去询问这几个人 有没有在案发的时候 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 旁边的邻居是一个酒鬼 大白天身上一股酒味 他摇摇头 没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而且这几个人经常不着家 我们也看不到几次 那天我回家的早 倒是听到了一点动静 不过不太确定 是不是他们家里传出来的 我记得那天晚上 一直都有 喷喷喷的声响 说话的是死者楼下的邻居 我还以为他大半夜 又找了朋友去家里 我立刻问道 他经常会找朋友去吗 是啊 三天两头就找 而且他找的呀 都是一些年纪较小的男孩 我有时候真怀疑啊 他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事 要不然的话 怎么成天跟男孩腻在一起啊 这一点确实很奇怪 也值得注意 邻居继续说道 不过我也遇到过 有正常人这样的情况 那天我正好是要出去上班 因为是要上夜班 所以走得比较晚 大概是下午的四五点左右 我看到有两个 我看到有两个长得人高马大的人 去了他那里 浑身的纹身 吓得我都没敢多看 啊对了 其中一个人的脸上 还有一个很大的痣 我突然想起来 在赌场里不就有这样一个人吗 我猜测 这个姓刘的大概就是专门诱拐小孩子 去赌场里玩那种血腥暴力的游戏 而他极有可能会在其中获得不少的提成 不然的话 那么隐蔽的地方平常人根本找不到 又怎么能够进去 回到警局 我查看了案发现场所有的照片 可以得知一个情况 那就是死者是被凶手入室杀害的 但是房门并没有被任何破坏的痕迹 也就是说 对方和他应当是熟人 进门之后 死者完全没有防备 直接被凶手迎面捅了好几刀 从地面以及墙面绷紧的血液 可以确定这一点 等到死者丧失行动能力之后 凶手并没有停止 而是继续在他的身上连刺了十几刀 夹起来整整十五刀伤口 最后等到死者死了之后 凶手拿出刀在他的胳膊上 刻下了死有余辜这四个字 从重刀到死亡 中间至少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凶手为什么一直留在案发现场呢 仅仅是为了刻下那几个字吗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让人有些想不通 我又翻看其他的几张照片 发现房屋之中有被翻找过的痕迹 凶手一定是在找什么东西 第四百四十集 便利店 死者本身不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家里面乱糟糟的 甚至连凶手翻找过什么地方 我们都无法确认 唯一能够认定的就是 房间锁起来的柜子都被撬开了许多 本部该出现的被褥等东西 也都散落在地上 我们也是通过这一点 才确定凶手在找寻东西 江队 我们现在已经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他的名字叫做刘林 是一个没有工作 不务正业的小混混 家里是乡下农村的 到现在为止呢 社会关系错综复杂 来往大多数都是一些差不多的人 俗话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混混又怎么可能和好学生在一起呢 刘林死亡的时间 大概是在一周前 这个时间跨度有点长 想要知道一周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需要大量的精力去调查 我们所有人都投入到了其中 与此同时 城中村三名少年的凶杀案还没有结过 整个警局所有人都忙得焦头烂额 却想不出一点好的办法 两个案子都陷入了毫无头绪之中 我们又重新把目光放到了赌场 还没等我上门 赌场的人倒是亲自找来了 他们得到了我故意泄露的地址 碰碰碰 敲门声不断传来 我和司径对视一眼 最后起身去开门 果然是在赌场里遇到的那几个人 他们的笑容不怀好意 小哥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情啊 我佯装不知 什么事啊 男人拿出一张欠条 在我面前抖了抖 六十万 什么收还 我们是开赌场的 可不是开慈善的 赶紧还钱 要不然 就别怪我们使用特殊手做饭 我想 你应该不会想要尝试这种滋味的 我甘笑一声 还 当然还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怎么可能不还钱呢 最近这两天出了点事 所以耽搁了 今天晚上 我还要去赌场 不过 可能就要麻烦各位 再借给我一点了 这六十万你都不知道用什么还 我不可能再借给你 我有办法 我立刻回去 拿了一张房产证出来 这自然也是江烈 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道具 身为赌场中人 对方一看 就知道这房产证定然是真的 他这才笑眯眯地答应下来 有了房产证 这群赌场的人并没有多呆 转身就走 我和思静 在夜幕到来之前 简单吃了点东西 随后换上混混衣服 再次来到了赌场 只不过这一次 我可不是来赌博的 我找到赌场里面的管事 又拿出一份房产证 这一份可是家世非常好的地段 刚刚拆迁 拆迁费至少可能要上千万 我提出 要用房产证来抵押 换取一大笔金钱 这么大的金额 管事也没有办法做主 如我所料 他带我去了最里面的一个隐蔽房间 这个人才是赌场真正的老大 虽然还不是背后老板 不过 已经有极大的话语权 他看了一眼房产证 笑眯眯地问我 你想要借多少钱呢 我立刻套出手枪 不 我不想借钱 我问你件事 我拿出三张照片 看见这三个人了吗 他们最后在赌场 是什么时候 对方也是个实时物的 看到枪立马就怂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知道我背后的人是谁吗 你管我是什么人 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件事 那你去看监控 监控在哪 男人小心翼翼站起身 监控就在电脑里 我让思静先去调查 而我手里的枪 从来没有落下过 对付这些亡命之徒 必须要小心再小心 否则有可能着了他的道 而且现在只有我和思静两个人 万一被围堵在这赌场之中 我们想要活着出去 可就有点困难了 思静查看了三个死者 死亡之前的录像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就在他们出事的前两个小时 这三个人还在这里打游戏 不过好像输了 看他们那一副 恨不得杀人的模样 应该是输得挺惨的 紧接着三个人一起离开 思静立刻又调出了 赌场外面过道上的监控 这三人一前一后 离开了赌场附近 走上位于左边的那条大道 我让江烈赶紧叫人 调取左边大街 一些商铺的监控 看看能不能发现 这三人的身影 很快 江烈那边的电话打来了 发现了 他们三个 后面进了一家大货店 春丽经销店 我们赶到的时候 整个经销店里一片混乱 其余的货物衰落在地上 店员正在负责整理 我眉头微皱轻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店员叹息一声 别提了 昨天晚上 我们这里遭贼了 真是晦气 前几天刚被打劫完 结果又遭贼 我心中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那监控呢 店员指着角落的位置 你们自己看吧 角落里的监控摄像头 被砸了个稀巴烂 我在看向电脑 也是一样 而储存监控记录的硬盘 更是被砸得稀碎 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 恐怕也恢复不了原状 我立刻有种感觉 一定是凶手来过了 他赶在我们之前 想到了监控的问题 那说明当时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我突然想起了 刚才店员还说了一句话 你说 你们这家店前几天遭了大劫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就是前两天的事情 那天晚上正好是我在这里值夜班 大概十一二点 来了三个小孩 我以为是来买东西的 谁知道居然是过来打劫的 当时这三个小子手里还有匕首 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把钱都给他了 那你们怎么没报警啊 我并不记得当时警察局有这个记录 若是抢劫的话 不是小案子 没报警啊 我们老板说 抢劫的都是小孩子 而且当时店里的现金也并不多 我们每天晚上 都会先把现金进行交付 十二点之后才会放一些零钱进来 他们最多也就是抢劫了几百块 老板说不能因为这点钱 就毁了他们一辈子 想听更多最新有声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每天有声书 第四百四十一集 张老头 我继续询问店员 那天抢劫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啊 当初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否则的话 为什么盗窃案发生的如此及时 而且还把监控给毁了呢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这家店的确运气不好 三番两次有人光顾 而之所以监控被毁 只是小偷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行动 可是 我却感觉不是那样 我向来不相信巧合 店员回忆了一下 最后说道 我注意到这三个小伙子的状态 好像是有点不对 红着眼睛很生气的样子 可能是吵架了吧 哦 对了 在他们进来之后没多久 我听他们提到了一个 我立刻焦急的追问 一个人 姓什么 嗯 我忘了 好像说的是姓刘 他们叫他刘哥对吧 哎 就是这个名字 店员一拍手 他们说 这个刘哥已经好几天没有找过他们 也没有给过他们钱花了 他们想要过去看看 后来 他们好像看到了一个什么人 就说赶紧快跑 然后一群人就跑了 当时他们一共打劫了不超过五百 快跑 快跑 好像看到了什么人 也确实也确实没有太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三个小孩也没有伤人的意思 只是抢了钱很快就糟了 中间最多也就耽搁了五六分钟的样子 刘哥是在这两人之前遇害的 所以才好几天没有去找这几个小孩 他们提出要去找刘哥 又没能去 是因为看见了一个让他们害怕的人 我嘴里念念叨叨 最后又重返回去找到店员 当时那几个小孩是害怕被那个人看到 还是说害怕被那个人发现之后 会发生很麻烦的事情 看起来像一样的 可实际上却截然不同 害怕和觉得麻烦是两种心理反应 服务员花了很长时间 也不太明白我这句话的含义 最后还是私敬解释了一下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你说的竟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明白了 他们当时好像是感觉不耐烦了些 我还听到有人在说 那个该死的老家伙又过来了 害怕好像还真没有多少 既然这样 那我可以确定 这几个小子遇到的 绝对不是让他们害怕的人 但可能是会管教他们的人 而这样的人又会是谁呢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城中村里的那些人 因为只有他们才符合这个要求 我立刻上车 走 再去城中村 每一次过去都会碰壁 所以这次 我找的不是城中村里的家长 而是小孩 还是趁他们没有放学的时候 偷偷将人叫了出来 我给每个孩子买了一块冰棒 你们还记得 那三个总欺负你们的大哥哥吧 一听到这话 三个小孩的表情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他放下冰蛋 我 我不想吃了 我要回家 另外一个小孩也是差不多的反应 我急忙说道 你们放心啊 叔叔不是来跟你们查案子的 叔叔只是想知道 这三个人他们都怕什么 总不可能天不怕地不怕 谁都不怕嘛 他们就是谁也不怕 没错 他们谁也不怕 听到几个小孩的话 我顿时感到有点棘手 就在这时 一直专心舔冰棒的小男孩说道 我知道 我知道他们怕什么 有一次 他们几个来找我的麻烦 要拿走我的零花田 是张爷爷帮忙把他们赶走的 他们害怕张爷爷 其他几个小孩却是一脸不可置信 他们为什么怕张爷爷 张爷爷多可爱的一个人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他们很害怕张爷爷 从几个小孩的口中 得到这个消息 接下来就是去正事的时候 我专程绕开了 受害人家属的几栋楼 来到了他们口中 张爷爷的住所 正巧 一个老头坐在树荫下 正独自一人下着象棋 请问您老姓张 对方抬头看我一眼 眼皮再次大了下去 后生娃娃 有事就赶紧说 不要耽误我下棋 张爷爷 我想知道 27号晚上 11点到凌晨1点之间 您在什么地方 老头手中的象棋 微微一顿 重新放好 但是这局棋却破了 这证明他的心也乱了 27号的事情 我已经记不得了 岁数大了 记性不好 你去问别人吧 我注意到老头的手指 起了很厚的茧 这是常年干农活导致的 这双胳膊 看似消瘦 可是却有明显的肌肉纹理 力量很强 如果当时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人 是他的话 那么 有很大的可能 他就是杀害那三名少年的凶手 之后不管我问什么 老头三肩起口 拒绝回答 我将此人信息上报给警局那边 由江烈调查他的身份信息 很快 他的生平履历 便发到了我的手机邮箱上 老头的名字叫做张开元 很符合当年的启明风潮 不过他的人生并不顺利 甚至可以用坎坷二字来形容 他年轻丧妻 没过几年 仅剩的儿子也走了 之后便孤家寡人 在这里传宗接代 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他平日里不苟言笑 许多小孩子并不清楚 而且这个老头是出了名的麻烦精 他总是喜欢管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之前那三个问题学生 谁都不愿意和其有趣过多的接受 唯独这个老头是个意外 如果不出所料 那天在便利店里 三名受害者最后见到的人 极有可能就是这个姓张的老头 我有一种知觉 或许他是这个案子最大的突破口 第二天 我如约造访 但是没想到 刚到城中村门口 就已经被一群人拦住了 沈警官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不想要继续调查这个案件 也不想找到杀害他们的凶手 万一这个凶手就在你们城中村呢 难道你们不会恐慌吗 不会 因为他杀的不是好人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拒绝配合调查这起案件 也希望你们警察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们希望一切重回正轨 第四百四十二集 荒谬的想法 所有人的眼神都非常鉴定 这不是谎言 而是事实 可是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你们说了算 查到杀人凶手 是作为我们警察的职责 可是你们作为警察 却没有真正的惩罚嫌犯 反而还需要杀人犯来主持正义 我们不相信你 我们更相信那个杀人凶手 没错 没错 我们不相信你 我们不相信你 没错 这就是民众的力量 办案最大的阻碍 从来都不是因为凶手 留下了太少的线索 而是因为群众的不配合 我有些理解 也有些不能理解 理解的是 他们对那三个少年深恶痛绝 现在杀了他们 总比等他们出去危害社会 伤害别人更好 更何况 他们已经间接地害死了 一名花季少女的性命 可我不理解的是 难道城中村里面住着一个杀人犯 他们不会害怕吗 我的脑中突然闪过了什么东西 但是太快 我没有抓住 我站在原地不停地思索着 刚才那一闪而尸的灵感 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 一只柔软无骨的手 按在我的肩膀上 我回头一看 是思静 他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有什么事情 我现在需要自己思考一会儿 思静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而我还在想着刚才的问题 我坐在车上抓着自己的头发 到底是什么 我努力地回想刚才的一幕一幕 那些人坚定的眼神 他们的排斥 他们的阻拦 无一例外都在说明 他们对凶手的好感 远胜于我们这些警察 我看向窗外 就瞧见那些城中村的居民 他们明明来自于五湖四海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却团结起来 等等 团结 难道是 那种可怕的念头一旦出现 就再也没办法 从脑中驱赶出去 这些人团结起来的 唯一一个目的 就是保护凶手 也就是说 也许整个城中村里的人 都知道凶手是谁 可是他们却不说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一个好人吗 一个再好的人杀了人 总会有人认为 他是不好的 可为什么他们 还能如此团结呢 那就只剩最后一个可能了 这城中村里的所有人 都是凶手 我知道这个想法 有多么的不切实际 可是 又有极为合理的地方 司径见我一直待在车上 便买了杯咖啡过来 你真的没事 我摇摇头 如果说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非常的荒谬 你觉得 它是有可能的吗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这个想法 有可能是真相 我立刻点头 这个世界上 很多杀人案都很荒谬 而且我一直以来都很相信 杀人手法只有更多 没有停止 你说吧 我听着 司径认真起来 我吞了吞口水 这才说到 那我说了 我刚才看到那些人 一直在那边抗拒我们 你是什么感觉 司径想了想 最后说道 让我觉得很奇怪 就算他们再痛恨那三个人 不管怎么说 也是一条生命是吧 如果换做是我 我肯定希望找到真实凶手 我继续问道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包庇真凶 司径想了好半天才说道 除非这个人是我的亲戚 我认识 而且我觉得 他做的没问题 那如果说除了你 所有人都在包庇这个人 你觉得可能吗 城中村这个地方鱼龙混杂 而且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那几个年轻人坏是坏 也不会完全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 我一拍手 没错 就是这个词 核心利益 现在我们的调查 已经触犯到了整个城中村的核心利益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司径还是不解的看着我 那就是 他们全员都是凶手 所有人都参与了 警察来调查 就是触犯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核心利益 司径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过了好久他才说到 你说的这些确实很有道理 也解释得通 可是这城中村里面 成百上千个人 他们不可能都参与了吧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 有主谋 从犯 主谋 出谋划策 从犯实施 让这三个混混 牵扯到整个城中村的利益 可是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司径仍然不懂 我用最快的速度将车开回警局 随后将自己关进办公室 不管是司径还是姜烈 这个时候谁也不能来打扰我 我的面前放了两张纸 还有一张地图 地图上显示的是城中村 我将三名死者的住所专门标记 然后又列举出来 和这三人有仇的两方 首先就是失去了孩子的那个女人 其次被打断了骨头的孩子 五岁的孩子不可能复仇 那就只有可能是那个女人了 但是按照我的猜测 她又是如何自己一个人 调动了整个小区里所有的人 利益共同体 我在黑板上写下这五个字 我开始疯了一样调查整个城中村 还有城中村附近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事情 我一直想要找到他们的利益共同体 可是不管我费了多大力气 不管我找了多长时间 这个共同体始终都没有出现过 司径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走到我面前 一把摔一下文件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看看你这几天 脸不洗饭不吃 胡子都长出来这么长来了 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 如果你要是再这样 继续颓废下去 找一些无关紧要的线索 那我是真的看错你了 就在这时江烈也过来了 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慰说道 你放心 先调查我们现有的线索 至于你所说的利益共同体 我这边也会帮你盯着的 我抬头看向面前的小黑板 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 而最多的就是利益共同体 这五个字 司径和江烈现在都不相信 整个城中村所有人都是凶手 可是随着这几天我的调查 我越来越相信 真相一定是这样 但是缺少的就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作案目的 还有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第443集 迂回 因为那三个孩子的家长也在其中 难道他们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 我猛地惊醒过来 不 他们早就已经放弃了这个孩子 有一句话叫做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爱与恨一定是在一线之隔罢了 接下来我又去了这三个少年爱去的地方 台球厅游戏厅 终于打听到了一个消息 有一次这三个人赌博赌的没钱了 各自约定好挥架偷钱 结果没想到全都被自己的家人发现 他们为了反抗竟是不惜动手打了自己的父母 而且下手尤其狠 好像也是从那之后 他们再回家 父母对其无动于衷 这也是那三个少年活着的时候 亲口对别人所说 一个17岁的小孩坐在我面前不耐烦地说道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这种人本来就跟家长的关系很一般 他们回来之后 我听说家里的父母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了 断绝关系 他们有详细跟你说吗 小伙子回忆了好半天 这才点点头 把当时的事情娓娓道来 当初一行人从家里拿钱出来 又把父母打了一顿 几个人商量不再回去 反正家里的钱都被掏空了 还说什么等发财了 可千万不要记得还有他这个儿子 之后三人扬长而去 小伙子继续说道 对了 他们还说出来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屁孩 蹲在那玩石头 他们顺便踢了一脚 得到了这些线索之后 我再一次来到城中村 同样通过收买孩子的方式 询问有没有一个小孩 被踢了一脚的事情 结果还真有 那个小孩被踢了一脚之后 大头朝下摔在那个地方 等到大人发现的时候 小孩已经因为大脑缺氧 变成了一个脑瘫 女孩说 当时我记得是周阿姨抱着他儿子 跑到那三个人家里面去闹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没闹了 是给钱了 不可能啊 除非他们能够拿出几十上百万 否则根本没有办法 安抚一个母亲的心灵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是谈成了其他的条件 我一直都以为 如果真的有利益共同体的存在 那么促进这个共同体的 一定是跳楼自杀女孩的母亲 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 很有可能是那个脑瘫孩子的母亲 因为他在整个城中村中 是一个不管口碑 还是人品都很好的人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城中村的居委会 负责委员会的会长 这个所谓的居民委员会 其实就是城中村 所有的居民自发组织的一个地方 别看是城中村 可是有许多人 已经买下了这里的房子 还有的人因为住了几十年 早已经有所感情 不愿意再搬走 所以他们将此地看作是家 而那些外来想要搞事的人 就等于是在他们家门口撒野 既然政府不管也没有物业 那就他们自己来管 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 居委会 这不就是整个城中村的利益共同体吗 除了那些外来的和新来的之外 大多数的老人都是在这个居委会之中 他们都是其中的成员呢 我带着这份整理好的资料 找到了江烈 江队长 你看一下 江烈打开面前的文件 逐渐的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利益共同体 我点点头 没错 这是目前为止我调查到最有可能的了 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居委会下手 那就试试吧 现在这两个案子都毫无头绪 但毋庸置疑的是 刘林的死与那三个少年肯定脱不了关系 他们四人极有可能是被同一个凶手所伤害 为了防止引起整个城中村的警惕 江烈特意派了几个他们没有见过的队员 悄悄地摸进了城中村 但遗憾的是 只要是陌生人进去 他们便早有防备 不管用任何办法都有办法套出话来 而这一点更让我和江烈坚信 这里边绝对有猫腻 昏暗的酒吧里灯光咬夜 一个看起来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正端着酒奔向四周 他是这家酒吧里面的服务生 别看在这个地方工作好像赚不了多少钱 可如果遇到大客户心情好一点 给点小费也能顶上好几天的工资 我和江烈走进酒吧 一眼就确定了目标 在年轻人将酒水放下 正准备回后台的功夫 我一把将人拉了过来 前面正好是洗手间 我直接将其拉入到隔键之中 服务生吓得够呛 脸色沙白 客人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伸出手肘 按压在他脖颈后方 让他无法动弹 少废话 现在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如果要是不帮的话 我就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说完 我拿出井棍在他腰上捅了头 这小子吓得差点嗷嗷直叫 还以为我手里拿的是一把刀 我帮 我始终没有让他看清自己的样子 而是继续说道 我要你帮我收集城中村 居委会的所有资料 听明白了吗 居委会也不是我能随便进去的呀 办不到就想办法办 偷偷摸摸也要办 听明白了吗 听 听明白了 我这才松开他 随后将一个小盒子塞到他手里 听好 把这个东西放进你们居委会的办公室里 不要让任何人发现 如果要是让我知道 我打断你的狗腿 说完我还特意从口袋里拿出几张钱 派在他的脑袋上 这才扬长而去 现在的我可不是警察 而是一个混混 我离开之后 立刻躲在卫生间门口旁边的安全通道里 过了一会儿 服务生果然出来了 手里还攥着我扔出来的一袋钱 他看了一眼周围 赶紧将钱揣进口袋里 头也不回地跑了 之后 只要等待就行了 我回到警局 坐在监控室里 没过多久 电脑屏幕上突然出现了画面显示 晃动了一阵 随后 恢复正常 我就知道棋子已经成功了 今天我交给服务生的是一个微型监控器 应该是放到了画盆里 能够看得出这是一间办公室 最后这小子根本不敢多留 撒丫子就跑了 至于我要的那些资料 如果明天不能给我 我会想办法再让他去一次 第四百四十四集 短信 这一整夜 我都留在监控室 带着耳机生怕错过 第二天 一直等到晚上 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准备再去酒吧找人的时候 终于一个陌生的号码 拨通了我的手机 喂 我拿到东西了 我去哪找你 来旁边的利明公园 我在这里等你 挂断电话 我立刻换上混混衣服 手里还掐着一根烟 在利明公园门口等待 没过多久 一个鬼鬼祟祟的黑人走了过来 我立刻叫着他 站住 往哪走啊 服务生转过头来 满脸苦涩 大哥 东西我拿来了 但是你可千万别做什么坏事啊 也千万别说是我拿的啊 要不然的话 我就完了 我爸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少废话 我一把将他手里的东西夺了过来 走到路灯下翻看起来 这上面的资料 主要是记录了加入区委会的那些成员名单 我在上面发现了三名死者的家属 同样 还有那个姓张的老头 还有每一个人的联系方式 我回到警局 一直想不通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引得他们自己下钩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是决定静观其变 万一打草惊蛇 很可能功亏一篑 夜幕降临 不知什么时候 我已经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就在这时 耳机里传来滋滋滋滋滋的电流声 一下子将我惊醒 我猛地坐起身来 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几个人 本来昏暗的房间 打开了灯 我看到进来的一共有三个人 而且都是三个女人 其中一个我见过她 好像是居委会的会长 有一个被害成脑瘫的儿子 而另外两个 则是两名死者的家属 这三个人凑在一起 要干什么呢 我屏住呼吸 死死地按住耳机 不让任何外来的声音 打扰到我的思绪 由于房间很空阔 收音效果并不是很好 但好在还能够听得清楚 其中一个死者的家属 明显有些慌了 那些警察还在调查怎么办 他们应该不会查出什么来吧 会长冷哼一声 怕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 所有的证据早就已经消失不见 更何况整个城中村的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的证人 就算警察知道我们是凶手 他们也没有证据 另外两人听闻此言 心中稍微松了一口气 刚才那个会长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凶手就是他们三个人 可是紧接着他的第二句话 打消了我的这种想法 我真怪自己晚了一步 要不然 我非要亲手再来那三个畜生 行了 不说这个了 你们回去吧 从现在开始 让人盯紧了 只要城中村有外人过来 一定要及时通知我 之后三人散开 我有些叹息 怎么不继续聊下去了 就这样 整整三天过去 我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消息 而江烈那边也是一样 因为城中村的阻拦 根本找不到凶手 就连当时的第一案发现场 都已经彻底消失无纵了 对于作为警察的我们来说 这是何等憋屈的事情 连第一现场都没有看到 要是让公安系统的其他人知道了 恐怕会直接笑掉大压 我和江烈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但是江烈却不同意 你这样实在是太胡闹了 我们不能铤而走险 回到家中 我走向窗边 从这里刚好能够看到 城中村的一点雏形 突然之间 我下定决心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如果继续这样拖延下去 到时候就更别想找到凶手了 我偷偷回到警局 拿出了死者的手机 最后 我给其中一个号码发送了短信 妈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所挑选的 正是监控录像里的其中一个女人 她相比于其他人来说 更加柔弱 也是最好下手的对象 可惜的是 我没有办法看到 那个女人收到短信的表情 这样 我就可以确定一下 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我心中忐忑不安 一直盯着手机 等待回应 终于 手机震动一声 随后一条短信过来 你是谁 短短的三个字 却需要这么长时间 足以见得对方 定然是慌了 我没有再给她回复 过了没一会儿又是一条短信 你到底是谁 我还是没有回 一直等到第二天 确定对方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我这才又发送了一条短信 晚上十二点 妈妈一定要来哟 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哟 我特意没有写上地点 为的就是让女人自己去猜 如果没猜错的话 她大概率会去第一案发现场 这也正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立刻开车 赶到城中村 仔细盯着那伙人家 天漫漫的黑了 思静打了电话 你这一天都跑哪去了 没事 我现在再忙 一会儿再打给你 等等 思静想要阻止我 你是不是想要自己去调查了 还是说你想到什么搜主意 怎么能说是搜主意呢 你放心吧 一定会有结果的 说完 我不顾思静的反对 直接挂了电话 透用死者证物 发送这样的短信 严格来说是违纪行为 但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终于来到了十一点 我看到那个女人 从楼里走了出来 她拿着一个手电筒 表情惊恐 每走一步 身子都跟着颤一下 而在她的另外一只手中 则是紧紧地握着一把水果刀 我翘翘地跟在后面 女人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后面的那片小树林 她还在继续往深处走 如果不是她手中的手电筒 恐怕我都已经跟丢了 就这样 我一直跟着她来到了丛林的最深处 这里有一条小河 此时此刻 河水漆黑 缓缓流淌 就好像随时随地 都会有东西钻出来一样 女人一到这个地方 情绪就开始有些失控起来 她一边转圈 一边向四周看 惊恐地大喊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活着的时候 折磨我折磨得还不够吗 死了还不想奉过我 不 到底是谁在装身弄鬼 你看我滚出来 声音久久回荡夜空 却无一人回应 女人彻底崩溃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悲惨的事情 偏偏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直到最后 我也没有出现 而是在这里看着女人的哭泣 过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她这才步履蹒跚地离开 而我也急忙跑到 她刚才所在的位置 四处查看 我注意到 在一株杂草的下方 有一只鞋 那是一只男士运动鞋 我小心翼翼地 将鞋子放进正物袋 揣进怀里 突然 一道脚步声 摇摇传来 还伴随着人说话的声音 张小妹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那条短信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说 说话的是剧委会的会长 也是那个脑贪儿的母亲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接着是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 我听出来了 正是那个姓张的老头 我急忙找到一棵树宽爬上去 躲在树叉之间 借用漆黑浓重的夜色掩盖 没有人会发现我 几个人来到刚才所在的位置 会长扫视四周 眼神冷嗖嗖的 给你发短信的号码 是你儿子的号码 但是手机作为证物 可都在警察局了 该不会是那个警察 想要调查我们 所以故意使出来的伎俩吧 旁边的张老头点头道 这种事情很有可能 现在警察都学经了 不像以前那么老实古板 他们不仅喜欢钓鱼织法 还喜欢偷偷摸摸 看来我们应该小心一点了 说不定呢 那些小警察就在这里 说完张老头猛地用他的拐杖 敲击树干 而刚好我就在这棵树上 我紧紧抱住质押不出声 如果不是早有心理准备 恐怕我会直接吓得叫出声来 山林中的鸟扑腾飞起 见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三人这才离开 虽然这次有些冒险 不过 好在我已经可以确认了 第一案发现场 同样 我也确定了凶手 是那个死者的家属 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可是 另外两个死者呢 难道也是同一个凶手吗 黎明的第一道光 刺破了黑暗 射入大地 我疲惫地从树上摔了下去 确定周围没人 这才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片丛林 城中村恢复了往常的热闹 等我回到警局 江烈看到我的模样顿时惊讶的一扬眉头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狼狈的模样 他伸出手 从我身上扯掉一根树枝 我摆了摆手 浑身疲惫不堪 坐下之后 我喝了整整两杯水 又吃了两个大包子 这才恢复了一点力气 开口说道 我昨天晚上找到了第一案发现场 在那里蹲守了整整一夜 江烈惊讶 你说的是真的 第一案发现场在哪里 就在城中村后面那片小树林里 我从怀中掏出那只鞋 上面还有血迹 去化验一下 看看是不是属于死者的 江烈立刻派人下去 而我也躺在房间里呼呼打水 过了不知多久 一阵敲门声将我吵醒 我踏着鞋出门 是江烈 他严肃地看着我 经过化验可以确认 这只鞋子的确是死者的 我松了一口气 这证明我想的是没错的 凶手就是死者的亲生母亲 其他人都有可能是帮凶 整个城中村的人极有可能都是帮凶 城中村居委会的会长 还有那个姓张的老头 他们俩绝对参与了其中 至于其他人 我还不知道 江烈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真有你的 没想到这样都能被你给查出来 那你说 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就是证人 传唤我所说的那三个人 分开审讯 死者的母亲 居委会会长张开元 三个人分别被叫到了警察局里 放置于三个审讯室 有我 江烈 还有另外一个人 分头审讯 我负责的是会长 她是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一看便知道是一个干练的女性 不好惹 即便是坐在警察局里 她也没有丝毫慌张 对于这一幕 仿佛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讲究法律之外 还有讲究情理 你说呢 那三个祸害 你们作为警察解决不了 那有人替我们去解决 这样不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查个税落实处 只要国泰民安 不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吗 面对她的质问 我并没有正面回答 这个世界上有法律 才能有如今的和谐社会 否则的话早就乱作一团 我问你 有关于那三名少年的案子 你是否参与其中 又是如何杀的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杀人 我猛的起身 学僵烈的样子 一排猪给他压力 还敢撒谎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昨天晚上我已经看到 你们去了第一案发现场 你还敢说他们的死 和你没有关系吗 会长脸色难看了一些 不过他很快就倾笑出声 我就算是去了第一案发现场 又能如何 你有证据吗 有证据证明我是凶手 还是有证据证明 你所说的那个地方 真的是第一案发现场 我在那里发现了死者的血 这已经是可以证明 第一案发现场的铁证 而你出现在第一案发现场 又该如何解释 还有 我从未在短信中表明 让你们去那里 为什么这么巧合 你们偏偏就赶去了第一现场 该不会是杀了人心中有愧 担心半夜鬼叫门吧 心中有愧 会长冷笑连连 开什么玩笑 对那样的人渣 我心中从来都不曾怀有愧疚 另外 我不是凶手 你们拿不出证据来 就随意污蔑 警察办案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之后不管我说什么 他都沉默不语 想用沉默来对付我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 另外一边的江烈纪人 他们的进展 同样也不顺利 我来到另外一间审讯室的时候 张开元同样也选择沉默 他们仿佛早就已经商量好一样 最有可能成为突破点的 就是死者的母亲 此时 他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 想听更多最新有声书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每天有声书 第446集 逐一击破 另外一边的江烈纪人 他们的进展同样也不顺利 我来到另外一间审讯室的时候 张开元同样也选择沉默 他们仿佛早就已经商量好了一样 最有可能成为突破点的是死者的母亲 此时 他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 我对那名负责审讯的警员轻声说道 你出去吧 剩下的交给我 警员出去之后 房间里就只剩下他与我两人 妇女抬头看了我一眼 又低垂下眼瞼 我看得出来他很悲痛 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是个恶魔 他又不得不亲自解决对方 这种痛苦寻常人根本无法体会 我叹息一声 唉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沉重 那是你唯一的孩子 也是你精神和生活上的依靠 可是 老天爷就仿佛和你开了一个玩笑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你肯定也在质疑自己 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 但是我想说 原因不在你 你也是受害者 有一句俗话叫 子不叫父之过 可同样 也有一句俗话 叫做生来反骨 生而为恶 妇女眼面痛哭 我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 可没有教育她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 她便变成了现在这样 难道 这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吗 一定是 一定是惩罚 否则的话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都好好的 为什么我的孩子变成了这样 她越说越悲痛 我叹息一声 我不相信轮回转世这一说 但是我却相信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她抬起头来看我 你的意思是 这是我的恶果 我点点头 没错 你想想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所以这一切都变成了命中注定啊 我没有 我这一辈子除了杀了一些挤压恶狗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你不能污蔑我 我继续说道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果是什么吗 其实我对于这些所谓的大道理知道的并不多 不过忽悠人物还是会的 妇女愣愣地看着我 是什么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伤人一命 当下十八地狱 你杀人了吗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人 你真的没有杀人吗 如果你坦白从宽 去监狱里洗清你的罪孽 或许你还不用下地狱 还是说你想一辈子生活在愧疚里 等着你儿子来找你 等着他问你 妈妈 你为什么杀了我吗 女人的精神终于崩溃 我能看得出来 她的面相非常憔悴 显然已经许久不曾睡过一个好觉 而我的步步紧逼 已经压垮了她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不想她 我真的不想 可是她太过分了 她就是个恶魔 她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 她一定是恶魔转世 否则的话 她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你知道吗 她那天 居然想要杀了我 就因为我不给她钱 我可是坏胎时远 辛辛苦苦把她给生下来 一把使一把 你要拉扯这么大 我一个女人 又要养活自己 又要养活她 我每天打两份过 可是她呢 无学无输 对我轻则打骂 重则动手 那天 她居然拿出刀来威胁我 如果我不给她钱 她就杀了我 我生气了 我只是想教训她一下 我只是给了她一把杖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地上有一把刀 刚好刺激了她的胸口 我害怕极了 我杀人了 我又怒又恨 干脆去找了另外两个 把她带坏的孩子 一起全杀了 我叹息一声 你的意思是说 你是用刀杀的人 没错 我就是用刀杀的人 他们的死因 并不是因为刀伤 女人一愣 我突然知道 我的调查方向错了 这个女人应当不是凶手 但是她却知道自己儿子 被人杀死的事情 也就是说 她知道凶手是谁 我继续诱导她 告诉我 凶手到底是谁 凶手就是我 你难道还没有听懂吗 凶手不是你一个人 你恐怕连你儿子的尸体 都没有敢看吗 我告诉你 她的下面被人用铁棍 生生打成肉泥 甚至身上还有鞭尸的痕迹 除此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伤口 你愧对于她 所以你连她的尸体 都不敢看上一眼 我拿出一叠叠的照片 放在她面前 死者的惨状 立刻呈现在妇女的眼前 她痛苦地捂住眼睛 我 我不看 我按住她的手 强迫她继续看下去 你必须要看 你是她的母亲 你生了她就应该看她是怎么死的 否则的话 你不配当这个母亲 你敢说 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没有你的原因吗 如果你在发现 她一开始有变坏迹象之时 立刻将她落回 或许她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早就已经调查过了 这个女人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 每天打两份工 白天晚上都在上班 回到家里基本上就已经累得只能休息了 这种情况下 她哪里会去管孩子的教育 无非都是交给学校罢了 家长不予管束 身边又全都是坏孩子 进朱者赤进墨者黑 不学坏才怪呢 女人看着我 她好像回忆起了一些事情 难道 真的是我的错 你把她生出来 却没有好好教育 让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不是你的错 又是谁的错 我知道 这样说对这个女人未免太不公平 为了生活 她已经倾尽全力 没有人是圣人 更没有人能够把一切都做好 可是为了案子 为了从她的口中得到 我想要的真相 我只能这么做 只能残忍地揭开 她不愿意面对的伤疤 女人掩面痛哭 一生生的哀嚎 听得人心碎 我多想安慰她呀 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否则将功亏一篑 我继续游说 你们以为把人杀了就可以杜绝了 我告诉你 这种事情还会发生 在你们那种混乱的环境 在无人管教的情况下 风气已经形成了 杀人只是表面上看着和谐 实际上根本没有从根源解决问题 只有让他们知道了做错事情 就会有法律惩罚就已经够了 如果那些坏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了就会死 你觉得他们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吗 越是这样 那些本来纯真的孩子 才越有可能成为变态 第四百四十七集 自食恶果 我能够感觉到 我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刀子 深深地刺进她本就脆弱的心灵之中 她那本就近临崩溃的精神 早已经成熟到了极点 而我就是压死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妇女趴在桌上 哭得气不成声 已经没有办法完整地说出话来 我安静地等她哭完 甚至还给她递上一杯茶水 这才探声问道 你难道还不准备说吗 还是说 你想将这个事实一直隐瞒下去 你要知道 你们的行为都是错的 不管他们做得再不对 那也是一条生命啊 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出惩罚的 只有法律而不是个人 你们自以为自己宣扬了正义 可是在别人的眼中 又何尝不是犯罪呢 妇女的情绪已经比之前好转许多 她喝了一口茶水 抽气一声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当初他们通知我的时候就告诉我 我儿子已经死了 他们说 他们为我解除了一个大祸害 而且所有的人都支持 其实我不配当一个母亲 因为当我知道 我儿子被杀了之后 我没有痛苦 反而有一种解脱 我终于摆脱了那个恶魔 否则我不敢想象 日后他创出不一样的大祸 最后他真的亲手杀人 我又该如何面对那些人 我知道 我已经在他的心上 翘出了一道口子 接下来就看他能说多少了 我希望你能把所有知道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我 不要有任何一点遗漏 你相信我 法律是公平的 正义从来不会缺席 只是会迟到而已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太多的变量不可预知 正义这种东西 并不是想来就会来 很多时候 都需要靠自己去争取 我再次给女人倒上一杯水 你希望下辈子 永远活在愧疚之中吗 还是可以如是重负的生活 一个有秘密的人 是不会快乐的 父女喃喃自语 你说的没有错 有秘密的人 不会快乐 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 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我 他其实并不是凶手 但是别人所做的一切 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因为当时他就在现场 或者说整个城中村 大部分的人都在 因为这三个小子 他们居然拐卖了城中村里 一个三岁的小孩 甚至连卖给谁都不知道 那户人家就像发疯了一样 动手打了他们 这一打不要紧 把人打了个半死 最后惊动了城中村的其他人 众人纷纷围拢过来 而这一刻所有的人都愤怒了 因为这些人家不少都有孩子 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身边 居然有这样一个人贩子 而且不仅如此 他们还偷鸡摸狗 不孝敬父母 赌博烂交 所有能做的事情 他们都做了 可谓是五毒俱全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这样的人就该死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 偷走孩子的父母 这一棍子下去 人已经半死了 那对父母转过头来 双目星红 这两个小子 卖了我的儿子 杀了他们 我能不解恨 今天 我已经把人打了个半死了 你们要报警就报警 就算是杀了这两个小子 我也要让他们 给我儿子偿命 被卖走的小孩 要是运气好 能娶一个好人家 要是运气不好 甚至有可能 被打断双腿 当做乞丐出去 乞讨一辈子 过得孤苦伶仃 周围的人 谁也不说话 他们谁都不想报警 他们也不是没有尝试过 可是警察 对于这三个小子 也没有办法 就算他们因为拐卖罪 进了牢 可是这口恶气 又该怎么办呢 之前自己女儿 跳楼的母亲 站了出来 她接过男人 手中的棍子 一下子炸在男孩的下蹄上 你还我女儿 你还我女儿 她就像是疯魔了一样 一下又一下 这一幕看到不少人心惊胆战 可同样没有人说话 更没有人阻拦 因为他们理解那种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最后 这三个人就这样 活生生地被打晕了过去 气弱犹斯 而他们以为这三个小子死了 有一些人感觉到了害怕 这个时候 会长开口了 大家不用怕 有一句话叫做 法不责重 只要我们把现场处理干净 这帮小子外面有那么多的仇人 不管怎么样 都找不到我们身上来的 再说了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不知道 警察没有证据 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 就该是大家团结以心的时候 会长巧言善变 而众人也接受了这个结果 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动手了 这几个小子 有的去人家家里面偷钱 有的欺负他们家孩子 还有的去掀人家的裙子 这样的事情不胜美举 每个人的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最后全都爆发了 父女说完 眼面痛哭 真的是这样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都告诉你了 求求你们不要抓人 也不要抓我们 是他们三个罪有应得 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听完父女的话 一时之间我竟有些哑口无言 他们有罪吗 有 因为他们滥用私刑 致人致死 可如果说他们没罪吗 也的确没罪 因为一个老实人被逼到了份上 又怎么可能会不爆发呢 如果换作是我 我的孩子被人拐卖了 恐怕我真的会上去和他们拼命 可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个警察 我必须要做出决定 我离开审讯室 站在走廊 心许很乱 江烈也出来了 你那边怎么样 我把我问出来的东西和他说了一遍 江烈拿起一根烟抽了起来 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过了一会儿司静也来了 得知了案发结果 他也一样沉默不语 结果我们仨人硬生生在旁边站成了一个队列 路过的警员看到都好奇地询问 每一次我们三个都默契地一起摇头 最后江烈抽完一根烟 扔下烟蒂 走 我们去问局长吧 局长办公室 看到我们三人一起过来 局长愣了一下 突然面色严肃起来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又哪里出案子了 我苦笑一声 没有 只是有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 有没有 对